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神神秘秘》这个节目 今集东东发送节目 去完旅行 这次也认为东东去完旅行 我都没有介绍一下 我也认为东东 你好 Angela 我这里真的很兴奋做这个节目 因为在等着东东刚刚去完台湾 去参观华德福的学校 然后在等他回来做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今次去旅行的所见所闻 我听了很多 大家也没有听过 那你有多少人去这一行 我们一行就 家长和一些很小的小朋友一起去 我们有21个人 浩浩荡荡 我们订了一架很大的旅游车 就去了台湾 其实前后你们参观了多少间学校 我们第一天参观了一八九间学校 八九间 不是一八九间 八九间 八九间学校 每一天都是八至九间 整个旅行 整个旅行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是走马汉花去看的 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会跟校长和老师 聊天 会讨论 有八九间学校 有多少天 我们是十月十八日去的 旅行到第二十二日 五天 我们在临上机前 都参观了一间幼稚园 然后才离开 平均日有两间学校 一至两间学校 一至两间学校 今次去的旅行 就是台湾的北中南不同的地方 我们去了桃园 去了 桃园就是新年老师的子女那间学校 是的 仁美 然后我们去了台中的几间学校 然后去了宜蘭的池心 宜蘭的池心 宜蘭的池心 总共有很多间学校 那怎么样 有什么所见所敏 你自己个人去完之后 回来之后 简直是血墨沸腾 其实之前 我很喜欢华德福学校的时候 以前很多年前喜欢的时候 只不过就是 我跟朋友说 好像天上的一个梦想 很远的东西 这些美好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呢 只知道外国有 后来这几年 因为我小朋友 开始接触华德福的老师 各样东西 觉得原来也没有那么遥远 但是今次去 你就觉得一些东西 原来人间都有的 很确定 是很确定 而且今次去很多家长 小朋友都三岁多四岁多 我们很想要一间小学 在香港 是香港 即更加辣着了你们 是的 因为现在香港本身有两间 全国的华德福幼儿园 因为他们的出路 有机会是上国际学校 所以有危险性 不是这么厉害 但是现在 而且地点就比较好 一间在山顶 一间在银线湾 银线湾 清水湾 清水湾人士 是的 但是那里多数是外国小朋友 所以他们会 涵接上国际学校 所以就不受香港教育体制 是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帮香港的家长 有一些家长 是很希望有我们本地的小学 OK 我们看完之后 就觉得非诚事不可 因为我之前很努力地说 我很想香港一间小学 让小朋友去读的时候 我也有一些胆粗粗 觉得 只是说吧 说完之后 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但是这一件事都仍然了 就是 你讲一些事情 你会跟着跟着出来 那现在原来 跟我一起去的很多家长 都有一个迫切性 要在这三两年之内 我们教得整间小学 一个小学生的童年实在很快是过去的 嗯嗯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小朋友 我明白那些家长的迫切性 那大家看看 我桌面铺满了东西的原因 就是东东打了很多很多这些 我们带了很多东西 不同的学校那些 那些刊物 那些资料 那些资料 所以有很多资料 跟大家去分享 嗯嗯 那怎么样 第一件事要分享 第一件事要分享 就是我们参观的感受 OK 那去到每一间学校 第一间入去是人美的学校 那人美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国营 即是公营的 政府学校 政府学校 全资 那其实这个校舍 只不过都是一个 公办公营 公办公营 但是它也是一个 旧学校改装而成 刚才说一说什么 公办公营 公办公营的意思就是 台湾有很多学校都要私营 然后再进一步就是公办私营 就是政府给钱去搞 资助性 现在最后就是公办公营 所以那些资助性就会 是不同的等级 所以人美这个校舍 就是公办公营的 是的 其实它也是用一些 旧的校舍去改装而成的 是的 这个过程其实我和你都很清楚 是的 训练创造实相 他由一个小朋友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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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是有旧校式改成 是的 改成的时候你会发觉 那个外形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你进去 你就觉得很梦幻 很天堂 是因为那些油漆 还是因为那些人的 样貌那份能量 还是怎样 进去 我会觉得是它散发出来的 氛围的味道 令你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开心 很快乐的地方 譬如它有的颜色 因为小朋友每一个层次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譬如你看小朋友的课室是什么颜色 你就知道他大概有几年级 立即有不同的年级 有不同的颜色 有不同的颜色 因应他个人的发展 即小朋友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颜色会对应到他 一年级的就是红色和粉红色 一二年级的就是橙色 慢慢上去 六七年级就会是纸纸纸 有些像彩虹 红橙和青蓝纸 根本就是根据彩虹颜色 而带这一件事是配合到他们的需要 好的 课室里面又很阔 很漂亮 还有很多老师的版画 什么叫做版画 我们可以看看 类似这些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应该是在黑板老师画的画 其实每一个课室 在每一个课程里面 他都会准备一个版画 版画有一个黑板 盖住了 然后上课的时候 一打开 一大块黑板 全部都是老师画的画 很开心 那些小朋友 老师会继续讲故事 会教他们的东西 而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课书的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用自己的 即是只是人美 还是所有的课书 所有的课书都是这样的 不用课书的 所以其实是非常环保的 另外就是那些小朋友 根本也没有这个需要 根本也没有这个需要 还有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是创作他们的美术 他们自小 所以画得科学下的小朋友 他们画画是很棒的 美术感 美术感是很棒的 老师就是靠这些版话 每天上课 所以进去的课室 你真的觉得很舒服 和很开心 好像什么呢 好像回家 你会觉得很沉 很放鬆 很舒服 但如果我们反观回 我们以前传统的学校 你一看到课室 你就知道你要收声 有很多无形的压力 是的 有教室内的所有的规条 那种制度之类 那些桌子也不能弄 有很多这些 课室文化 但是我也有装过小朋友上课 他们完全是任意地玩的 尤其是幼儿园 幼儿园的课室 他们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你看到小朋友是盡情地玩 他们可以尽情地搬他们的桌子 把桌子怎么搭也行 有很多小朋友会用布 去扮假屋 或者把自己变成公主 这些是我们以前在街上玩的 把自己变成小王子 或者怎么样 他们其实是玩得很开心的 嗯 我也去参观幼儿园的时候 有些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园就是两岁 两岁多 他们也有托儿的需要 他们就会上学 你看到有些什么呢 就是小朋友不穿鞋 然后呢 在外面的沙地 自由地走 然后有个斜坡 他们搭一块板 便会爬上去爬下 老师又会有些吊床 小朋友又会爬上去 有些又躺在那里 有些在那里跟他推 你会觉得很舒服 而且他们玩得很开心 很自作 我记得很多东西 我小时候玩的东西 我们记得 这家人是在桃园 我跟No分享过 我曾经参观过一行 他在台中山上 我进去之后 我进去之后 我就说不出 好像你那样 是很奇怪 我觉得这家学校 一路走进去 一路进去 因为他是校长 我认识朋友 带我进去教研室 我一路走进去 我认识朋友 是你很奇怪 但什么奇怪呢 一路 我觉得到处都看 很奇怪 他们不像一学校 然后校长终于看着我 他说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我说 有些奇怪 他说 是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所有建筑物 是没有直觉的 你不记得那家是什么学校 那个名字 我其实真的不记得了 可能也是Wadduf 是的 但是那时候的名字 我记得不是Wadduf 那时候我已经听过Wadduf 是否叫Wadduf 我又不知道 然后没有直觉 然后 当然窗口没有直觉 桌子没有直觉 你想想 会很有趣 然后我看到桌面有一摊 是有些功课 小孩加了功课 就是 原来他们刚刚去完 一个开放日 那些学生就要写 我对每一个老师的感觉 每个老师有一摊 嗯嗯嗯 然后我就要揭露一下 有些小孩寫日文的字 我不懂得看 其中一个小孩 就是说 这个老师我很喜欢他 因为他会陪我玩 其实很简单 我们全部一起大笑 他说 妈妈说这个老师好 因为他给我功课 哈哈哈哈 然后有些人就说 我觉得很浪费食物 或者直接说 我觉得校长说话很长 这样 他真的去每个小孩 去表达自己 嗯 然后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给了一件事我看过 这件事我这个礼拜发生的 就是一个二年班的小孩 小肥六年班的一个女孩 一个二年班的男孩 小肥六年班的一个女孩 的一封情信 里面你见到 他说自自的爱 是的 就是很小孩的自自 就是很小朋友 很纯真的那份爱 我会等你们 等你上学 我会见到你的身影 我才会进入课室 哈哈哈哈 哇 我是女孩子 看过你 觉得很直接 很甜蜜 我看了一会 那位校长走过来 他说 你知不知道那个台有什么用的 他说 那个台就是 吃完午餐之后 全部学生和老师一起睡觉 我说 哇 是的 说得不好他们会睡觉 小学幼稚园就一定会睡觉 你想想你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跟同学一天睡觉 不会 跟同学一天睡觉 然后他们会收桌椅子 然后一起睡觉 第二件事令我很感激 就是他的图书馆 就是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一走出来 你不能选择 一走出来就睡滑梯睡下去 啊 那是什么学校 老师和学生 全部一起睡滑梯 睡下去 这么好玩 是的 在台中的山上 如果老师和我一起睡滑梯 那是多么自由 比如二楼的课室 二楼外面 你可以选择下楼梯 但其实 它有一条围缸 有些位置是车胎 你可以用车胎 测进去 这么好玩 你可以选择下楼梯 还是用车胎测进去 他真的很开心 他说每个学生 都会派一棵树 给他管理 嗯 每个学生去管一棵树 很多的概念 我现在说到差不多十年前 是非常非常印象的 那个学校的设计 是很印象的 我们回到这个人味 其实华德福的 就是Rudolph Steiner 其实他的教育里面 很多的学校的建筑物 其实都不鼓励直角 他都会比90度大 所以譬如说 最近我去池心 即是去桃园 那个池心学校 其实他有一些 新的建筑物开始 你会发觉他的屋顶 是扁铁铁的 扁铁铁铁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去我的网站看 因为我昨晚一晚之间 我已经打了一个网站 不定了 看 可能我们在这里 就会看到一个网站 有网站 对 Anina是会帮我们 打出来的 我会不停的更新 昨天一天之间 我想说 为了多一些人 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你很易血 真的 我一直都有自己的网名 就是Angela Chan.hk 但从来都没有 上传过那些东西 我都没有主持公司 我只是叫你电邮 然后昨天打个电话 给朋友 麻烦你帮我找个主持公司 然后他就立即帮我搞定 然后昨天晚上 我打了六七版的东西 当然也是很初刑 希望很喜欢这些东西的朋友 你有多一个渠道去 或者你懂得整网页 帮我Angela手 也好 另外我也会开始 找一些连续 譬如说 现在香港画得福学校 一些连续 或者是对画得福 参与成立过程 或者跟我们群察群力 我们现在还是很微弱 像脚子震震的 你也不知道我们会否成功 但有这个心 如果你有的话 你让我们知道 大家可以去看看 而且开始会有更多连续 你可以了解更多 香港画得福的东西 好的 继续 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传统我一定不会有的 就是牙膏牙刷 我到日尾 看到每一间课室门口 都有一些 浪口中牙膏牙刷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上学会和你同学一起刷牙 他们应该是睡醒眼觉 或者日常使用 另外还有很多水鞋 原来每一人 都有一对水鞋在学校 一来就是如果他们下雨 他们会继续日常活动 但他们会穿雨衣 穿水鞋 其实他们二三年班开始 已经会学做堆肥 三年班开始 他们会自己耕田 下田 真的耕田 由翻土开始 又插秧开始 他们种到一些田出来 四年班的建筑货 他们会自己建屋 建完屋便冻到学校那里 你想想 其实如果我们有时候 在书本上学很多科学的东西 但是你想想 你真是实践过 我去插秧 我去耕田 我去淋水 你建屋 你建得不好 你就会坏 你要设计 所以他们在一个活动教学里 已经打完所有的基础 我以前试过去打一个箱给自己 去拜书 如何打都会平行四边形 挖 你放下去就会挖 自己不懂 但华德副的小朋友 他们就仔细去听这些东西 无论男生或女生 他们都懂得做手工 譬如欧 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看那些照片 你会看到很多手工的波波 是一年班做的 二年班做的 还有他们会画很多濕水彩画 用手去积架 用手指去积笔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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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用自己的 因为在过程中 他的手指是会得到积动的 对 而且在我们职业的过程中 有創造的 就是可以建立我们的条理 建立我们的思维 因为你一直做 这些东西 原来是可以建构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条理 所以其实华德副教育是一个很全面的 而现在台湾很流行的 叫做九年观 他们希望由一年級到初中的课程 都全部是连贯的 就是反观 譬如现在很多的教育制度 都是自然科教自然科的东西 不同科教不同科的东西 但是他们是全部都串联在一起 但是根本在他们未开 台湾未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国际教育在这几十年来 都已经在做这些东西 非常之好 所以这里有很多家学校的资料 其实哪一家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你很印象的? 还是每一家都有? 其实每一家你都很印象的 因为你会看到不仅是校舍 原来校舍的身体和校舍 当然有一个很完美的校舍 当然是完美的 但就算有一些很简陋的校舍 譬如像仁美 其实中学那边也很简陋 但是原来只要有心做 那个能力很不同 还有一些老师 那些老师 你会看到很多才能 但是他们每个都很温柔 很信任小朋友 是的 你的分享是 你所说的小孩是不会 什么呢? 那一天我们去了台中的女村学校 那天我们访问林玉珠校长的那间学校 我们去了参观幼儿园 参观后就回来 打算跟校长继续去 因为他有家长班 家长在夜晚会有个歌唱班 那家长就一起来唱歌 那我们就去看他们表现 那我们正值小朋友放学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看到那些小朋友在那儿玩 那就放学 原来那华德科学校的小朋友 他们放了学 起码在家里玩一个多小时 他们才能回家 我也不懂得放学 但是他们在那儿玩什么呢? 他们就在那儿玩蝶罗汉 哦 明白 所以二、三年班的小朋友 他们就三个跪在地上 接着就两个琴上去 接着最高层就第二个琴上去 接着就倒了倒了倒了 不够力了 从头再来过再玩过 那我们又拍了很多照片 但是如果以香港很多家长来说 蝶罗汉是会扭到手脚的 是 我想说 其实一年班的小朋友 女生已经穿裙了 那你怎样玩蝶罗汉呢? 嗯 但是那些小朋友 他们是不用穿裙的 就算有些女孩子穿裙 他也会有一条褲子打底 所以他们是玩什么都行 我意思是蝶罗汉 蝶碎的时候会跌到手脚 很多家长 我不是说对 对还是不对 但是很多家长 很多家长 他自主没有一个信心 然后有很多危机意识 出现了 就好像父母都是 小心楼梯高 小心什么 不要摁 不要摁 但华德夫那里没有 其实那些小朋友很懂得玩 还有老师很信任他们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更加危险 更加惊险的场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单车 有那些 那些 集技团 那些 我看到有个妹妹在踏 在走廊里踏来踏去 但走廊的尽头 就有四五级楼梯 就是操场上去 我说 蛤? 不怕他们冲了下来吗 老师说 他们自己很懂得去处理这些东西 而要五年班才能玩那些单车 那你就看到有三四个单车 你来来去去踏来踏去 在学校里面的走廊 在玩 那你会发觉他们很自由 另外 这个我就没有亲眼见 我还有其他家长 他就看到一二年班的小朋友 在踏高桥 好的 就是在踏高桥 我就问一个老师 我说 他们怎么个人都会懂这些东西 然后老师回答了一句话 他就说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不懂 是啊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 这就等于我们小时候 胆粗粗 每一样都去试 因为我们没有想过 没有头脑的介入 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懂 那你就去试试吧 东东提到这件事 昨天也是 我提到这件事 我真的立刻记得起 我小时候第一次玩雪剧 嗯 就是一个很胶的 下面有个轮子 好像是铁的 有一些绳子绑着你的鞋 即是很原始的雪剧 我也玩过 是的 然后呢 第一次玩雪剧的时候 我想到小学 我就在这一道街上摔来摔去摔来摔去 是很爽的 我是没有 перس 我記得 我很記得我一騎上去之後 然後 驚驚地 嘩就去了 好像我們小時候玩溜冰 我們都不用學校 穿了一雙鞋 但是 差不多一雙鞋走幾下就走到 但是 我教了很多年之後沒有玩 差不多去到中學才再玩雪劇的時候 我就害怕了 因為你的頭腦加入了 對 我就開始學會 總之不像小時候那樣玩 再大一點的時候 我唯一一次玩溜冰 我很記得就是在麗縣 麗縣 我很小時候拆了兩雙鞋 玩溜冰 然後呢 有一個人在後面突然推我 我是凌空後腦落地 而且很危險 其實很多很快的鞋子在你旁邊過 很容易劏手劏 那一次之後 我從此站在類似的鞋子裡 我就害怕了 嗯 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站在一些不穩定的 那時多大 那時我二十歲左右 嗯 二十歲左右 中學 都是中五左右 OK 所以 你說得很對 小朋友是不知道他們不認識的 是的 他們就繼續去做這些 那天我們那個歌唱班 他們經常有十幾個家長在唱歌 你知道有些家長會彈琴 有些家長會指揮 有些家長在唱歌 我跟另一個香港來的團友一起聊天 你這麼有空 下午五點鐘 來學校唱歌 不用買菜 不用OT 我們也有跟那些家長坐下來溝通 其實你們這麼有空還是什麼呢 那些家長說 我們一點也沒有空 每個人都有很多責任要去做 但是他們知道家長 即是他們的互相成長 家長的一些 凝聚力 凝聚力 對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而有個家長 原來他先生 是在參選台中的市長 他是助選團 選到就發達了 選到台中的市長之後 可能會很幫助Wolf的電話 他就是真的要拿一架來唱歌 有些是傳統學校的老師 他也是請假來唱歌 其實原來很多家長都很努力 在這裏互相成長 剛才阿東東都說 整個Wolf的教育 教學生是其中一樣很重要 不過其實很重要的另一個範疇就是 教育家長 因為小朋友的學習 其實不只是學校那幾個小時 他最重要的是 還要回家那些時間 都要用家長去配合 配合這個 才可以令到這個小朋友全面成長 如果不是你在學校 起橋 回家拆橋 起橋拆橋 才找來教 如果老師說一套 再說一套 其實也很難去做 是啊 所以我相信這個過程中 也是經歷了很多的 試試和錯誤 我想我們這一節的時間 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講一些很有趣的東西給大家聽 是關於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東西 是嗎 好 稍後回來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印象深刻的例子 聽完之後眼睛都睹 什麼例子呢 就是 那天我們去海星 訪問海星學校的校長 學校校本身是教大學的 大學教授 後來他就發覺人質學 華德福學很好 他就開始在人質學那裡去發展 大學都不教了 是 已經很多年了 現在在台灣的發展 開始多些人認識華德福 亦都很多人要需求 因為個個都發覺 小朋友回了學 就個個都很開心 很喜歡學習 開始變得有自信 很多很好的都開始出現 現在開始就是供不應求 所以學校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可以挑選家長 選家長 不是選學生 對於他們來說 每一個小朋友都是這麼寶貴的 但是他們很重視什麼 就是很重視家長 會不會跟學校配合到 譬如說 人質學 其實家長都要了解 什麼叫做人質學 了解小朋友怎樣發展 所以為什麼 你願不願意去了解 對 那你就要去學 而且也要明白 為什麼小朋友 這個階段 原來這個童話故事 就會配合他 例如說西遊記 西遊記 你給個一年班的小朋友聽 他可能是個猴子 但是如果去到三四年 即去到高年班 因為我不記得 他們的大腦發展 他們的發展 會很像猴子一樣 周圍去闖 周圍去碰 周圍去撞 而他們去到發展年紀 他們去聽西遊記 他們就最適合了 所以其實真的要家長配合很多東西 那天校長就說 我們會要求家長配合 但要求家長不配合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勒令退學 我叫你做勒令退學 他們很尊重小朋友 但家長不配合 其實相對來說老師也會難解 沒有退勒務工 對 然後我就很好奇 我說 其實你這麼久以來 你有沒有試過勒令退學 他說有 有一兩個個個案 有時他們也會通知家長 如果你再不配合的話 我們有機會邀請你退學 然後家長就很緊張 每樣都回來 每樣都回來幫忙 其實家長的投入 家長的支持 對於學校的成長 和小朋友的成長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想起之前有一段新聞 也挺痛心的 就是我忘記在大陸哪個地方 有一間Rodolph的學校 那些家長 憤怒的家長們 是衝進學校 去搗亂和和老師算帳 就說老師 你只是白出薪工 白吃鳳綠 你也沒有教我兒女任何東西 然後就不知道 其實那些先生 真的很大的心 去從事這個教育 而且他們真的很有心 但是得到的是一個這樣的 所以家長的學習明白 是很重要的 是的 其實如果有些家長 不了解華多福教育是什麼 那些兒子 每天都玩到 爛生爛世的回來 或者可能 小朋友玩的過程 小不免的時候 會擦傷 碰傷 小生爛腳回來 如果你不了解 不明白小朋友需要什麼 你是很難接受華多福教育的 還有沒有家長的東西 你有感動的 有 其實這裡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東西 太多了 每一間學校 都會有一些刊物給我們 他們不是賣廣告 他們完全沒有賣廣告 只不過是 請家長寫一些心聲 然後請老師寫一些心聲 其實是很人性的 你一會兒會分享 我先分享這個 其實是一個詩言 和詩情媽媽寫的 他就說 他以前的兒子 自小都很活潑 很開朗 很喜歡認識小朋友 但偶爾他都會發脾氣 但其實當他入讀傳統學校之後 他發覺小朋友 情緒方面變差了 又不開心 再加上他有時要搬家 小朋友是不適應的 他是不喜歡的 他之前要搬來 旅村這間學校的時候 他跟媽媽說 我不想再搬家 因為我認識不到小朋友 那種種原因 但直至到 他去了旅村這間學校 讀了一個月 這裡剛才有句話 我一看 我就眼濕濕了 不如你幫我讀 他說 媽媽我愛你 多謝你把我轉到這間學校 嗯 你想想有一個小朋友會自發 小朋友說 這句話 自發性和媽媽說 這個是家長寫下來 他說現在小朋友已經五年了 他現在開始 越來越喜歡上學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應該做什麼 還有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完全了解自己的優點 和缺點 這件事太重要了 而他是有自己的自信 很簡單 例如我畫畫不厲害 不代表你沒有用 可能你作詞 你溝通很厲害 所以在華登福學校的小朋友 例如你說 你畫畫很漂亮 他就會告訴你 畫畫不是我最厲害的 誰是誰 就畫畫更厲害 我最厲害的就是寫字 他們會很有自信 告訴你 我什麼是最厲害 他很有自信告訴你 我得到什麼 和我不得到什麼 他都會接受 但我們小時候不是的 當你突然間發覺 你一件事不懂的時候 好像很生氣 自己有問題 而且父母也會 你看看別人多厲害 懂這些東西 你不懂這些東西 所以不斷地把他的我 去誘論 而且去壓低 所以他說他自信了 而且也懂得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他變得開心 剛才東東說了一句話 他說他很有感觸 他說眼觀我們身邊 很多家長 你真的可以有機會 真心去問問你的小朋友 他有多喜歡上學 是的 你問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也是超級乖的小朋友 我回到去 很有紀律 我都交齊了功課 但你問我上學會不會很開心 我在印象中不是 我最開心的是什麼 就是放學之後 放學活動 我可以玩浪縱 跳舞 講故事 做話劇 我反而覺得最開心的就是這些 是的 還有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記得我小學成績不錯 因為同時間我又唱歌 學校的唱歌 同時間我又玩現代舞 和中國舞 同時間我有很多放學活動 但我不是很努力讀書 其實我成績不差 我去到中學 中一我英文是考第一的 但是呢 去到中學之後 已經有新的系統 新的狀況 我已經不再享受那種感覺 沒有什麼放學活動 然後呢 我去到中學成績 是比較差 學校是比較差的那班 我記得我是F班 A,B,C,D,E,F A,B,C,D,E,F A班是最厲害的 第六班 即是邊緣的 以及我會考成之後 是不好的 即是由一個 成績1的學生 到成績5年之間 有很大的轉變 是很大的轉變 你喜歡讀書 你開心和不開心 是很重要的 所以家長們 我不知道你帶這個小朋友 來這個世界的原因是什麼 但其實現在已經是惡化了 你可能以前去到中學 才覺得有壓力 但現在的小朋友 幼稚園開始有壓力 幼稚園中班 你已經要懂得寫30個中文字 入學已經有壓力 要入到好學校 要入到好學校 面試已經有壓力 嗯嗯嗯 其實現在很多小朋友 都面臨上學很大的壓力 當然我其實也很想說 我不是教育界的人 我沒有資格去批評 現在教育界的 究竟是怎樣怎樣 但很純粹 我覺得作為一個家長 我很簡單 我只是很想我小朋友 如果你要選擇 他讀書很厲害 還是他生活得很開心 這兩件事解設 不可以並存的話 我會選擇 我要一個很快樂的小朋友 沒錯 但是為什麼我會這麼 執迷這個華德福教授 就是說 小朋友他們 他們不是真的在這裡玩的 只不過在這個階段 他真的要經過玩去學習 你也好像有一個個案 是一個知休的學生 進入了窩朵埠 是的 那怎麼辦 那天我們跟同樣類 在那班家長談 我們會很好奇問 究竟現在的小朋友會怎樣 每個家長都會說 他們學習得很開心 很喜歡上學 最大的懲罰就是 不能上學 他們不喜歡放假 然後其中有一個 我們就問 因為曾經有一個 是一間知休的學校 的知休生 好像是三四年級 是進入華德福學校的 大家就會很期待 他會不會 因為華德福學校很少 訓練他們寫 讀很多 沒有功課 沒有考試 有功課很少 到三四年級才有少少功課 少少功課 那我就會說 他進入後 會不會很出淚拔垂呢 他會不會很厲害 那些小朋友呢 那情況就剛剛相反 他的確 讀書寫字很厲害 那些小朋友 因為很清晰 除此之外沒有東西厲害 那些小朋友很清晰 他自己哪裏厲害 哪裏不厲害 他就說 是啦 我知道他讀書厲害 但他會寫字 我也會寫 他們有這個感覺 但是那些小朋友 他們懂得很厲害去玩遊戲 他們懂得 琴樹 跑跳跳 他們懂得做很多手工 懂得畫很多畫 而這個小朋友呢 是觸手無策的 他完全不適應這些東西 反而原來 反過來 他進來學校 很平容 他不是真的那麼突出 他只是學業方面 讀書厲害一點 他比其他小朋友 他才知道原來 他媽媽就會說 這是老師說回家長說的話 我們沒有直接見過家長 原來小朋友 只是一方面厲害 其他東西其實是忽略了 其實現在的教育制度也是這樣 所以我之前在網上看到一段資料 也是另一個家長的忽略 那個家長看了很多人質學的資料 他又說到 一個人在七歲之前 他是發展他的身體 所以你見到 Waldorf有很多 令到小朋友去玩遊戲 觸碰大家 又或者是擁抱 又或者是用手指去做一些手工的東西 都是一個他身體和腦一起發展 七歲之後才開始建立他人的人格 那種氣氛 他是一個 就是有些人 每個人的一種味道 他的氣場也好 甚麼都好 但你在七歲之前 過度地把知識握進去這個小朋友那裡 第一就是阻止他的身體的發育 他有很多的能力 很多的能力 去發展他的腦 他七歲之後會發展得很好 是的 同時間也影響他七歲之後 腦的發展 或者他的氣的發展 他的例子 有很多 叫做天才兒童 十幾歲已經入大學那些女生朋友 很不弱兒童出現的狀況 就是他三十幾歲左右 他的肢體開始僵硬 三十幾歲 人生最豐盛的時候 你的肢體開始僵硬 就是因為你的小朋友 小時候 他就很好地發展到他的身體 他的身體 他已經很快去老化或者僵化 其實如果因應人治學來說 我們零到七歲 就發展他的意志 原來小朋友通過他們玩 你會發現小朋友 他們不怕失敗 他們玩完之後 砌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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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 之後想到他們會再砌砌 其實經過這麽簡單的事 他們在建立著他們的意志 以及建立一個好的生活規律 也是在建立著他的意志 到了他的身體成熟的時候 七至十四歲 其實他們正在建構著他們的感覺 所以大家想起當你小學的時候 你是否最喜歡哪個老師 你的科學就最好 因為這是感覺良好 這是感覺感情的發展 至14歲至21歲 其實就是他們的思考發展 所以如果你太早 把思想的東西灌輸給他們 就像是鴨苗助長 另外一件事 是關於新教 起因是 他的先生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脫了鞋子 便會擺好鞋子 台灣有點像日本 入屋便要脫鞋子 很突然便脫了拖鞋子 便會走入屋 鞋子便會這樣扮成 但是他的先生的習慣就是 擺好鞋子 他起初和先生結婚時 他都不以為意 先生會幫他擺好鞋子 直至他生了小孩 做了媽媽後 爸爸便教他兩個女兒擺好鞋子 變成我媽媽 女兒擺好鞋子 我沒理由不擺好鞋子 然後教他 他也有一個習慣 很多這些新教的東西 他也看過一個日本的作家 他教他的孫子 說早晨 一定要有禮貌 做幾件事 好像是看著你說話 當你說yes的時候 日不容卿是 當你說是的時候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你是才是 如果不是你就不要是 I mean my word 就是我的意思 然後是感謝感恩你的食物 當我說日本有一句話 就是吃飯 開動了 我忘了怎麼說日文 然後你真是很誠意 去說這句話 很感謝食物去說這句話 很多新教的東西 我記得你也說過 那時候 你說華德夫的老師 他吃完飯 要撿桌子洗碗 他不說的 他只是自己洗自己的碗塊 對 那些小朋友就會照著製作 對 所以這件事的新教 你說是學校幾個小時 加上家長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 我也有想像 幼稚園老師的訓練 我們在接觸小朋友的時候 很記得有一件事 老師 我們那時候是學初麵粉 做麵包 每次拿一個麵團的時候 我不明白為什麼 老師給我 但是老師會跟我說謝謝 那一刻我不明白 後來我就問老師 我問老師 老師為何剛才是你跟我說謝謝 而不是我跟你說謝謝 他就說 老師 尤其是幼兒 很小的時候要新教 老師會把寶寶 要對你說的話 告訴他 下次他就會跟你說 譬如我要跟他說謝謝 他就說謝謝 原來小朋友就會學謝謝 而不是像現在的媽媽說 你還沒有跟我說謝謝 下次的小朋友 有媽媽忘記說 要做什麼 他就說你還沒有跟我說謝謝 他就說你還沒有跟我說謝謝 人家跟你說你要做什麼 所以原來現在 譬如我拿水給我兒子喝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一起說 謝謝媽媽 原來說習慣了之後 他就不需要我說 他都自己會跟我說謝謝媽媽 就是這樣學回來 其實華德福教育裡 他包含的知識實在太多 而且你說你看到你兩個兒子 收拾玩具 是不同的 很不同 因為大哥哥 經常都會跟著公公婆婆 所以有時候相對地 我跟他接觸的機會比較少 他就跟回公公婆婆舊的一套去接觸 但我小兒子一直都想跟著我 所以我小兒子從兩歲開始 其實由我開始接觸華德福教育開始 我知道原來收拾也是一件很重要的活動 他們玩完玩具 我們就會老師一直唱歌 收拾 大家一起收拾一些東西 收拾歌 是的 然後他們的玩具 是會有一個特定的遺防 例如這個籃子是放寶寶公仔的 寶寶公仔就會回家 這個放木頭的 木頭就會回家 放一些種子的 種子就會回家 很特定哪一個 是裝哪些東西 當他們適應後 我很記得 初初他們要用十分鐘 才收拾完他們的玩具 然後有時候 老師一說收拾 他們就會 收拾完了 收拾得很快 我小兒子其實現在 玩完玩具 我都會要求他 寶寶 收拾一些玩具 盡可能我都會陪他一起收拾 當然我會慢慢收拾 他就會繼續收拾 但是哥哥回來 有時候會離開香港 跟哥哥媽媽去旅行 回來之後 你會發現哥哥 是慢一點的 而且他沒有意識 要去做這件事 他會疏懶去做這件事 但是弟弟 每天去訓練 其實他已經覺得 這件事是他的責任 他會做的 甚至乎 譬如說 弟弟很喜歡玩水 玩到濕了 通常媽媽都會罵 其實很簡單 給他一塊布 寶寶弄濕了 自己抹乾淨 他便會抹乾淨 他便會抹乾淨 他們自己懂得收拾 譬如我們吃完飯的碗 當然我們也是工人姐姐幫忙 但有時候我們 都會叫孩子 拿自己的碗快去廚房 甚至乎 我吃完飯 我會拿碗快去廚房 他也會拿去廚房 三歲多 是的 還有那個家長 同一個家長 他也說過 小孩的手 讓他碰多些東西 是的 要接觸多些天然物料 而且讓他感覺 他的觸覺碰一粒 你這樣說 我有一位朋友 我有一位學生的疾女 很有趣 她是嬰兒女 她說有一次 讓他玩玩的東西 滾到雪櫃底 嗯 然後嬰兒女就裝了 裝了雪櫃底 然後她自己拿掃把 自己的玩具出來 她覺得不可思議 這個小孩為何可以 知道這件事 一定是可能有些大人 以前曾經滾過 有個大人 用這件事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於是他便會聯絡 所以其實 我們 如果你想要一個小孩 她的習慣很好 或是很好的話 真的身教很重要 嗯 我講了一個例子 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在罵 罵女 不讓女兒吃飯喝可樂 但她 都說吃飯不喜歡喝可樂 自己有罐可樂 放在那裡 那怎樣教 為什麼你可以 我不行 我和你有什麼不同 對 所以 其實真是很重要的 身教 好了 在這個分享中 我預備了一篇 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一篇 就是仁美 華德福學校 就是雙庭老師的子女讀的學校 她的家長寫的文章 為什麼我們會選這篇文章 又是這篇文章 因為第一篇 雙庭老師寫兩夫婦 這篇文章 她說 吸人美華德福的小朋友 和她的兩個兒子 和她的女兒 就是寫給她們的 她說 這個題目就是 相信就能看見她 相信她 你就會看到她 她說 在你們成長過程中 無論遇到發生什麼事物 我們會努力地 令到你看見生命中光明的那面 當你長大成人之後 請繼續運用你善良的智慧 將焦點放在人事中美好的事物上面 在你們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強調金錢和權勢不代表一切 也不等於幸福 我們要珍惜身邊簡單的事物 在每一個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都會幫你找到這個答案 在你們成長的需要中 我們鼓勵你打開你的內心 表現自我的單純和率真 了解正確的價值觀和是非對錯 朝著理想目標一步一步地踏實前進 永遠先為他人著想 人與人之間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容易 因為彼此之間的互敬互信 互愛和互量 古有柳木不可刁也 但是我們經常去談 就是一塊柳木也有它的存在價值 我們要重視自己和大自然的存在 不要人運亦運 在生命過程中 即使是時代環境變遷 但是不變的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特質 就是誠實 果決自信有責任感 服務誠懇不自私 自動自發有意誠樂觀等等 亦都僅上述成功的特質 互愛的小朋友 朋友 師長和學校 在參與創學的過程中 非常感恩有這樣的機會 至於點點滴滴 僅以這句話跟大家分享 就是相信他就可以看見他 我知道香港 大家 即使有一群人很想這件事發生 這句話我覺得是很勇敢的 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香港的小朋友 都好像台灣的小朋友 或者其他小朋友這麼有福氣的話 我們可以相信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令他發生 我不知道可能不是這一代的小朋友 或者是下一代的小朋友 不行 我不能等 你不能等 我的小朋友不能等 所以非出現不可能 我們可以一起發念 令這件事發生 或者開始努力 我在你分享這段文章 其實我也看過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 在國民中小學裡 其實他有一些簡介 是關於人質學是甚麼 華德福教育是甚麼 其中有一段文章 叫做奇許和使命 我覺得大家不妨聽聽 他說 我們不應該問人生存在 於現今社會 應該具有哪些知識和能力 而是應該問人的內在潛能是甚麼 嗯 他所要發展的是甚麼方向 這樣我們才可以使得 成長中的一代 持續為現在這個社會秩序 注入一些新的動能 因為是 你說得很對 我知道你還會說下去 不過很多小朋友 是努力配合現存這個系統 現在他們好像在帽子 好像在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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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系統 但是這個社會沒有新可能性 這個社會 就不斷就像以前那樣 但是我們不斷相信 每個人有很多潛能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的未來 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下一個十年才會 跟這個十年不一樣 嗯嗯嗯 繼續吧 其實他跟著就是說 只有這樣 社會才是一個 由他組成的分子 共同創造的活社會 即每一個人都創造他的社會 而不是給現在社會 組織的體系 來製造成長中的下一代 即是你剛才所說的 是的 所以 為甚麼我們不斷提起 Wordoff 因為我覺得Wordoff 是一個希望 絕對絕對 是的 我不敢說是唯一的希望 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即是 全人的一個發展 挺難找到的一個 真是令到這個人 或者人有希望 還有真的 其實我也說 學習Wordoff 因為我們說過 我們之後 我們會說十二感官 十二感官 也是人治學的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很重要的 基本 但是研究人治學 並不是說 你只可以 懂得管教你的小朋友 或者懂得面對你的下一代 當你去研究人治學的時候 同時 你也知道 在你的成長過程中 發生過甚麼事 而形成今天你有這個狀況 還有你剛才一直說 我都覺得 每一個小朋友 他天生 他就是很好奇 很想學習 但為甚麼 他現在的教制度裏面 令到每一個小朋友 都只要應付考試 而不是循著他的興趣 去學習他的東西 我簡直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 握釋了他們學習的動力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我遇到一個學生 他的小朋友兩歲 我不知道是否現在 很多家長都面對這個問題 你有小朋友的家長遇到問題 就是 你明知道 你的孩子 進入這個系統是痛苦的 但你無法選擇 你無法選擇 你無法選擇 他看著他的小朋友很大 他的慈悲 但他周圍去找一些其他的體系 但要麼很貴 要麼不方便他的生活 所以他也很痛苦 但當我提到Wordoff 我看到這個媽媽是死捏著我 他想知道我很多 他想知道我很多 他很想明白 他好像在海裡 大浮大神 看到一個水泡 但我不知道是否有很多家長 仍然 或是你將來成為媽媽 或是你現在是媽媽的時候 是面對這麼大的痛苦 其實是很多家長 其實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很久 而為什麼 就是香港有很多家長 就是去了台灣 圍了華德福學校 在那裡住 所以昨天在我寫我的網頁的時候 我有四個字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拜託我們摘跟香港 如果你要我連根拔起 去台灣 就為了小朋友 我覺得犧牲太大了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摘跟香港 然後 其實現在香港 有很多前人 和我們種下了很多種子 現在其實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合力 而去做一件事 令我們小朋友快樂地學習 不需要生肯 那小朋友死路一條 雖然這句說話有點重了 對家長來說 好像送那小朋友走去一條 絕路 因為現在你知道這個社會 這麼多的問題 都因為種種的教育制度 令到成長了小朋友的心靈 那些事情是這麼淡 這麼沒有完全人家發展 而很多社會的問題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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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 其實我經常有一句說話 以前 九年免費教育 是一個很大的突進 因為我們已經解決了文盲 但是現在我會覺得 九年免費教育 甚至乎政府會延伸到十二年免費教育 好像我們做家長的沒有選擇 我想我兒子七歲才上學 原來我會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是嗎 是的 所以我現在開始覺得 原來如果有關政府的人聽到 就好 因為我不是一個懂政治的人 如果你聽到 你想一下這句說話 你原來現在九年免費教育 甚至十二年免費教育 我們這一群人是沒有選擇的 為什麼不能交易 其實九年和十二年 這個概念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教育體系裏面的內容 怎樣教育小朋友 有沒有多些選擇呢 還有為什麼我現在不可以 不進入這個體系 我自己教育小朋友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我會犯法呢 因為自己教育 因為沒有一個別的系統 給你選擇 我覺得九年十二年免費沒有問題 但是可不可以有選擇呢 有些不同的體系可以選擇 其實除了文盲之外 還有一些接近文盲之外 比如英國的下山小學 下山小學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要 加入某一個東西 而是給我們 愛孩子的家長 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對 有不同的路走 因為《小孩哥》就是 接本我們城市的未來 一個地方 一群人 所以我們這一集 希望 我們有少少企圖心 希望去召喚 或者是 他完結後很熱血 他正在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有志 可以跟我們的聯絡 和小姐聯絡也好 和我聯絡也好 對 你的社會應該有辦法留言 可以留下你的聯絡 可以電郵給我 對 然後可以 做到 那麼少的力 好的 我們這一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